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很久沒在家裡拍影片 今天想跟大家拍我很久沒拍過的空瓶器 大家應該聽到背景會時不時有裝修的聲音 因為附近應該有三個單位在裝修 其實已經很久沒拍過 一直都很想存放更多產品和大家分享這個空瓶器 但因為我現在的保養方法是一個基段食的方法 所以我一個星期化三天妝 只是三天用護膚品 我用的速度真的比較慢 而我媽媽也受不了我這堆用完 放在不知道做什麼的空瓶器 所以我今天就一定要趁放假拍了它 由一些每一次空瓶器都會出現的東西說起 化妝棉也是有用無印的濕敷化妝棉 這款是我用過這麼多款 什麼專櫃開架 所有品牌都覺得最好用的一款 然後就是這兩盒用在貴格化妝水 因為它可以省一半化妝水的化妝棉 其實很多地方都會找到的 最後這個也是在多地方買到的 EON那些都可以賣的 或者759都可以賣的 就是平時我用來去角質抹的化妝棉 然後大家也不會陌生 我每天早上都會用的洗臉筋 另外還有這一包也是洗臉筋 它叫做全面時代 在淘寶來說算是比較貴的 我覺得其實用到感受差不多 我就會用回剛才那款多些 然後還有這堆兩隻手 都拿不完 刺了的糠盒 這裡有8盒 都是叫做i-edit的 是一款日本糠的牌子 我自己很喜歡用的 我最近已經很少買日本的糠 因為韓國的糠 我覺得更加水潤更加透薄 戴得可以更加久 所以就有點放棄了 但如果日本最喜歡的糠 其中一個牌子就是i-edit 而另外一個日本糠盒 很喜歡的牌子就是這一款 但我覺得如果你喜歡這一款 應該會更加喜歡韓國的糠盒 因為它主打一些混血顏色 我覺得韓國是做得好一點的 一直以來最多人追我拍的影片 就是我喜歡戴什麼糠盒 但我是經常逃避拍這條影片 因為我是一個覺得自己衛生不是太好的人 所以那些糠盒我不希望戴完之後 又放回盒子 然後再戴 特別是日糠盒 那我就覺得自己要開很多日機很麻煩 那就逃避了 但在這條影片跟大家 可以預告一下我喜歡戴的糠盒 這款綠色在7月最愛都跟大家分享過 現在還是很喜歡很喜歡 會不停回購的糠盒 這款OLED的Spanish灰色是這麼多款糠盒最高的 它是我買過的糠盒最小的 但它的混血感是最高的 因為它的灰色圈很小 然後它是用你原本天然的眼圈顏色做一個外框 就不會死實實 也不會有那種外星人或是框實了黑色的一個圈在外面的感覺 所以我自己都很喜歡不停回購這個圈 然後這款Secrets的啡色圈 就是我現在戴的這一款 它不算是非常自然的圈 以啡色圈來說它都蠻橙的 但拍片的時候會很精靈 眼睛好像放大了一樣 我自己都蠻喜歡戴的 但就未必會是日常每一天都很愛的一款圈 然後這款是Secrets的灰色版 這款灰色圈其實比較有存在感 Olan的圈我自己覺得存在感也有點強勁 它不會說那種你掃眼戴上去就馬上變成精靈 它一定要戴妝才可以襯托到整個效果 會更加漂亮出來的 這就是我自己的小小心得 如果你很期待我的圈片的話 再等一會兒 我...再籌備一下 然後就到一些頭髮的用品 這支平天洗頭水 我覺得它是完全沒有特別的 一支洗頭水 你不會覺得它很保濕 或者洗完很乾淨的感覺 它是一支極普通 就不是特別推介大家去買的 接著就到一些護色系列 其實這幾個產品大家看 我已經在漂髮護髮的影片都看過了 我就不詳細多說了 會不會回購呢 這支洗頭水我已經回購了 護髮素我就買了這支洗頭水的品牌 然後這個顏色 treatment 我覺得是好用的 但是因為我又買了 所以遲些看看會不會回購 還有看看我想不想保持紫色 我現在頭經過了13天的洗禮 脫得好像我男朋友說那些獨角獸 我欠一隻角 我先加一隻角給自己 護膚品方面 我是有這麼大堆的化妝水的 因為Tona算是在我保養程序之中 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 我每天浇上的時候都會濕敷一分鐘 所以用量是比較大的 最有成就感應該都是這支Opure化妝水 去年也有跟大家提及過 我用了大約半年至9個月 終於用完整支500ml了 它的保濕程度我覺得都非常好 但是它算是高度保濕的 所以我也是推介給一些乾性皮膚去用 缺點就是它太大支了 有時候你用護膚品會用到懷疑人生的感覺 為什麼還沒用完呢 這件是最慘的 所以我覺得你入手前都可以考慮一下 自己是不是三分鐘熱度 如果你是那種很堅持的人 這個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你想盡快用完一個護膚品 又轉的話 我覺得它未必是一個好選擇 然後這支就會是牛耳老師的一個牌子 白玉蘭化妝水 它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敷了它的時候 我覺得皮膚是有變透亮有變白的 我自己就未必會回購 因為它浸味真的很厲害很厲害 是去到那些廁所香薰那麼濃烈的味道 但是它的透白的感覺其實是做得很好的 各取所需 看看你自己喜不喜歡這一類型的產品 然後就到日本買的一個乳酸菌化妝水 這支是不好用的 大家去到日本的時候 千萬不要覺得它的樣子很可愛而買了 它是很濃密很濃密很濃身的化妝水 所以我用來濕敷的時候就不喜歡 因為它不會令皮膚好像有好吸收和會張住的感覺 它雖然不會黏黏黏的感覺 但是它的感覺是不好受的 有點焗的 但是如果你說用手去拍上臉上 它的保濕程度又未去到那種濃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是有點雞辣的產品 然後有三支在12元店的化妝水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這種濕敷又便宜又好洗 但是你問我呢 我覺得無印的那一款會比較好用 因為我現在都在用 我拿給大家看 無印的這一款我已經用到很少 這裡用了一個月多一點 雖然可能是貴過12元這一堆化妝水 但是我覺得它的保濕程度 它敷上臉的舒緩程度 對於敏感皮膚的低敏程度 都是比較好的 所以我未必會回購這些12元店 我反而會一直回購這種無印的化妝水 接著就到HERON的這一支神仙水 我一直以來都很喜歡 但是自從去年我明明用了三四年沒事 但去年用它是有敏感的情況 我就唯有停用了 如果你沒有敏感的情況 我覺得是很推計大家用這一支 因為相對在韓國這麼多的神仙水 我覺得它是最有效的 可以收細毛孔 然後皮膚會變得穩定 在沒有敏感的情況下 而且可以令皮膚的感覺更透亮 接著就到LAMER的這一支 Treatment Lotion 它是在旅行SAT 其中一支 它的味道是超級無敵臭的 是婆婆味來的 我真的超級討厭它的味道 而且它抹上臉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太大的感覺 如果同一個價位 我覺得Claire Depore的Lotion 是好用很多倍 但是如果以濕敷來說 我覺得就看到很好的效果 如果你是很賣本 然後我覺得很多閒錢 去買這一支用來濕敷 其實是很好用的 它可以令皮膚提升在一個階段 但是一定要用來濕敷 所以用量是非常非常大 這一支我記得大約收敷四五次就已經玩完了 然後就到這一支的洗臉產品 是Clarence今年出的一個系列 這條LINE是主打比較年輕 以及比較便宜的 因為我看到無論我上網買也好 尊貴買也好 都是約8-5元這個價錢 這個洗臉我記得是很輕透很舒服的 洗到臉上完全沒有負擔感 它不可以落得乾淨一個濃妝 但是如果你是塗防曬、粉底、眉毛、眼妝 它是可以落得乾淨的 然後我發現這個去角質化妝水已經差不多用完了 所以就要放這個補充妝下去 順便說完 這個是我最喜歡最喜歡的化妝水 每天每一招我都會用它來抹 就算你洗得多乾淨也好 早上你都會抹到黃黃黑的東西出來 甚至乎我洗頭用的紫色洗頭水 早上你抹成是灰紫色的 所以我覺得它早上的清潔能力是非常好 以致我不需要早上用任何的清潔用品去洗臉 只用清水就可以了 話說不多 但我發現剪完影片是有25分鐘的 所以無奈地 我還是要斬開它分上下兩集 下個星期就會做下集的了 你們記得要看啦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啦 拜拜